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马斯克旗下超级高铁公司面临倒闭 97家上市公司下周限售股解禁 市值合计903.13亿元 马斯克旗下超级高铁公司面临倒闭 据外媒报道 由于未能获得建造任何可运行的超级高铁合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明年美国会面临货币政策收紧 财政政策也收紧的双重压力 12月23至24日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于深圳市福田区举办2023年会 本届年会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主办 广泛邀请政府部门 消息称苹果正购买新闻采集权用于训练生成式AI交易金额至少5000万美元 12月23日消息 根据报道 苹果公司已经和多家主要出版商达成协议 通过采集其相关新闻内容 以训练生成式AI系统 报告称苹果公司的目标 优先交付 阿斯迈第一台2纳米光刻机给了它 12月22日报道称 荷兰阿斯迈公司将优先向美国英特尔公司交付其新型高数值孔径的极子外光刻机 据悉 每台新机器的成本超过3亿美元 可帮助计算机芯片制造商生产更小 伊朗否认与鸿海袭击事件有关称美国的指控毫无依据 伊朗外交部长周六否认该国帮助野门胡塞武装袭击穿行鸿海的商船 并警告说只要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地带进攻 这条水道就安全不了 AI-PIN明年3月开始交付 售价高达699美元 AI-PIN的目标是替代手机 由美国初创公司U-Main推出的可穿戴人工智能设备 AI-PIN将于明年3月开始交付 鸿海集装箱船几乎消失 到达亚丁湾的集装箱船总吨位暴跌82% 红海商船活动锐减 欧亚航线集装箱运价持续攀高 国际海运面临地中海或被关闭一心威胁 根据克拉克森研究的最新数据 俄罗斯外交副部长放下狠话 若没收俄资产或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财联社12月24日训 由于政治因素 欧美对乌克兰的援助正在遭遇瓶颈 白宫与欧盟一些国家开始加紧探讨 没收俄罗斯资产的事宜 以用其来资助乌克兰 去年底所有人都错在哪了 这是华尔街最详细的2023年预测报告 回望去年底 华尔街充满期待的写下对2023年的展望 美国衰退板上钉钉 全球央行转向降息 地缘政治冲突改变资产 80万 中东资本充值后 蔚来突放大招 刚刚获得中东资本充值后 蔚来火速释放大招 12月23日晚间 在2023NIOJ上 蔚来对外公布了多项黑科技 包括首款自研智能驾驶芯片 46105大元铸电池 地中海也要乱了 伊朗准将威胁将袭击直布罗陀海峡 财联社12月24日训伊朗一直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 在加沙轰炸开始后 双方关系更是急剧恶化 伊朗政府多次表示 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航运现货期货暴涨 厘清不同价格含义理性参与交易 受鸿海地区突发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 现货市场运力发生剧烈变化 运价快速上涨 12月22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最新一期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周度报告显示 环球下周看点 圣诞老人行情有望上演美股能否延续近期涨势 财联社美股市场本周表现优异 三大指数均录得周线八连涨 道指本周累计上涨0.22% 标普500指数累计涨0.75% 纳指累计涨1.21% 西方圣诞节将至 预售价80万元 未来新车ET9将于2025年一季度交付 12月23日晚 在2023未来日上 未来发布行政旗舰车ET9 预售价为80万元 未来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斌表示 ET9将于2025年一季度开启交付 航运现货期货暴涨 厘清不同价格含义理性参与交易 受鸿海地区突发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 现货市场运力发生剧烈变化 运价快速上涨 12月22日 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最新一期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 马斯克不建议所有企业都上市指数基金 正在扭曲股价 财联社近日 全球首富挨龙马斯克与明星基金经理 凯倩伍德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一场谈话活动 期间马斯克发表了其对监管负担企业上市 交出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他去世了 一文带你重温所落增长模型 当地时间本周四在美国马萨诸瑟州的家中去世 享年99岁 马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布兰查德 Olivier 老牌跨国巨头发起140亿收购案 国内药企早已布局这款重磅创新药 柳叶刀州五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生物制药公司Corona Therapeutics 收涨47% 报每股317.85美元 刷新了去年8月份创下的历史高位 市值达到119 德国零售业部分员工举行罢工 当地时间23日 在德国服务行业工会的号召下 德国下萨克森州和布莱梅的部分零售业员工举行罢工 在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 约500名零售业员工还举行了抗议集会 普拉达购买美国纽约两栋大楼加快扩张步伐 普拉达正在通过收购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两座建筑来扩大在当地的业务 知情人士称透露 一家与普拉达家族有关的实体以大约4.1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纽约第五大道720号 未来自严率最高车型ET9发布 但量产还要等到2025年 未来汽车每个季度30亿元的研发投入有了具象化的体现 12月23日 未来汽车在NIO Day上发布行政旗舰车型ET9 这是未来汽车自严率最高的车型 也是售价最高车型 超级高铁梦破灭 马斯克的Hyperloop One面临倒闭 文员文文据知情人士透露 Hyperloop One这家公司正面临倒闭 目前该公司已经解雇了大部分员工 并试图出售剩余资产 包括测试轨道和机器 于敏红 孙东旭不会离开东方甄选 12月23日 于敏红在抖音评论区透露 东方小孙不会离开东方甄选 于敏红表示 大家放心 东方小孙不会离开东方甄选 我会努力守护爱护好东方甄选的每一位孩子 法兴大空头警告 2024年最大的黑天鹅是美国科技泡沫破灭 不知不觉 充满魔幻色彩的2023年要过去了 在2024年到来之际 有着法兴大空头之称的 法兴银行全球策略师Albert Edwards 在2023年最后一篇全球策略周报中 马斯克身价暴涨7700亿成全球最能赚钱的男人 财联社12月23日讯 福布斯最近公布了2023年前十位财富增长最多的亿万富豪榜单 其中 埃隆马斯克2023年增加1084亿美元排名第一 惠玉 美国88%的地区房价被高估 平均高估近10% 根据惠玉周三发布的一份新报告 今年第二季度 全美房价被高估了9.4% 这意味着他们的价格与房地产的实际价值不符 由于房价仍在上涨 该评级机构表示 法兴大空头警告 2024年最大的黑天鹅 是美国科技泡沫破灭 来自华尔街见闻不知不觉 充满魔幻色彩的2023年要过去了 在2024年到来之际 有着法兴大空头之称的法兴银行全球策略师Albert 一个巨大的风险正在潜伏最快下周冲击美股 Ned Davis Research周二的一份报告显示 尽管美股创下历史新高 但对于2024年 仍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正在潜伏着 这个风险就是美联储每月在资产负债表中缩减近1000亿美元 旗舰基金今年大涨70% 木头姐的2024预测 通缩 降息 AI do meta 来自 华尔街见闻 华尔街知名投资人 ARK Invest首席执行官木头姐 Cathie Wood预计 2024年将出现通货紧缩 谈及ARK Innovation ETF年内回报高达70% 安哥拉本周宣布退出欧佩克对国际游势的后续影响几何 财联社12月23日讯结束了其16年的成员国身份 同时也告诉了外界 马斯克的超级高铁梦破碎了 李泽东外媒传来消息 马斯克的超级高铁梦破碎 Hyperloop One正在出售其资产 解雇剩余员工 并准备在2023年底前关闭 保时捷在美召回4.1万多辆混动和电动汽车 因充电电缆起火风险 保时捷北美公司表示 将在美国召回4万多辆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 因为充电电缆存在过热起火风险 保时捷北美公司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的备案文件称 木头姐最新访谈 美国明年将陷入通缩 美联储将大幅降息 方舟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凯倩伍德周五透露 2024年他的投资策略是 在预期的通货紧缩时期 重点关注创新和技术进步 伍德在周五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分享了他对2024年市场前景 大多投亚德尼未来两年美国经济将滚动复苏 标普500有望冲上6000点 华尔街长期多投亚德尼研究公司总裁爱德华亚德尼认为 未来两年美国经济中有三个主要催化剂可能引发股市大幅上涨 美国商业地产雷声滚滚 洛杉矶第三高楼折价近半卖出 洛杉矶第三高楼宜安中心低了约45% 表明美国写字楼价格继续受到高空置率和融资成本上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 金融危机已成为新常态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 金融危机是一种新常态 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更早而不是更晚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 别管股市了 债券价格上涨是好消息 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 近期美国国债价格的大幅上涨对房地产市场和庞大的美国债务来说是个好消息 乌克兰军方一次击落三架苏-3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2日报道 乌克兰军方当天表示 乌军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击落了俄罗斯空天军的三架苏-34战斗轰炸机 何伟文 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光靠工业步行 12月23日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百年变局为主题的2024环球时报年会现场 专家学者围绕人口 2023至2024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展望 挑战与机遇并存 核心观点全球经济放缓 核心通胀压力尤存 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 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 发达经济体增长疲软 预计2024年全球增速将继续小幅放缓 加梅发泽连斯基从拜登库兜掏钱包漫画 被特鲁多等批评后道歉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12月22日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太阳报日前在报纸上刊登 泽连斯基从拜登库兜掏钱包讽刺漫画 加总理特鲁多批评这幅漫画助长反犹太主义 指数基金大获全胜的一年 即便在美股 标普指数也是最大赢家 来自华尔街建文12月 股票ETF吸金690亿美元 创下两年新高 其中 标普指数ETF独揽420亿美元以上 单月资金流入规模有望创下1998年有记录以来最高记录